11月28日晚上的一条新闻 惊呆了所有的吃瓜群众 作为恒大集团旗下子公司 恒大物业发出公告说 自己把母公司恒大集团给告上了法庭 我在之前节目中就说了 房地产下行周期里面 我们会见到各种各样奇葩的事情 这不儿子告老子竟然能有这种操作 而且还是围绕着一桩陈年旧案 恒大这番迷幻操作 到底是树倒侯孙散事的解体前兆 还是经过了高人指点的金蝉脱鞘之际 今天呢 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事情 背靠恒大集团这棵大树的恒大物业 曾经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物业管理运营商之一 依托着自身的规模优势 即使是恒大爆雷之后的2022年里面 依然创造了118亿的营收和14亿元的净利润 考虑到恒大物业本身不到100亿的市值 它完全就是恒大集团里面最优质的现金奶牛 更重要的是 在过去的十年间 恒大物业依托稳定盈利 积累了大量的现金储备 对于2021年年底 现金流早已枯竭的恒大集团来说 自然不会放过通过吸血恒大物业 来暂时脱困的这个大好时机 之所以说是吸血 而不是母公司直接从子公司拿钱 是因为恒大物业早在很多年之前 就已经从恒大集团母公司 它的名下分离了出来 成了独立的上市公司 既然上市了 就要对所有的股东去负责 一切交易都要讲究个名正言顺 如果真的是跟儿子孝敬老爹一样 直接把自己的存款转给对方 别说股东 首先证监会也不会答应 因为那个时 后作为老爹的恒大集团 爆雷的消息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情了 把钱转给恒大集团 就和肉包子打狗一个道理 绝对是有去无回 所以说作为儿子的恒大物业 就是想帮 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 直接挪用公司资金 交给母公司 其实也并不是没有其他合法的办法 比如说选择提高分红的力度 作为持股比例最大的母公司 肯定就拿得相应最多 但是这样太慢了 资本家们哪里等得及呢 你有张良济 我有过墙梯 恒大集团最终还是找到了办法 只不过直到2022年3月 随着恒大物业 第一次披露 自己134亿元存款消失的离奇公告 大家才算明白了 恒大这套玩法 简单来说 就是打了一个信息披露的时间差 趁着这个机会 把生米煮成了熟饭 让子公司给自己反补书写 根据恒大物业公告所显示的内容来看 这134亿元存款 总共涉及三笔存单质押担保 分别是20亿27亿和87亿 所谓存单质押担保 就是企业或者个人 通过把还没有到期的定期存款 反向质押给银行的方式 从这笔存款中再次套现 这笔新套出来的钱 对于银行来说 是属于存款的一种 如果最终按时还本复息 那么就解冻质押之前的那笔定存 而一旦发生违约 银行就会没收这笔定存 恒大物业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在2020年12月到2021年8月间 前后通过六家子公司的名义 以总计134亿元的存款 在八家中国境内商业银行 进行了抵押套现 然后把套出来的钱分别借给了三家 不同的第三方公司 因为表面上是正常的信贷行为 香港股市的监管机构 和股东们也没有想太多 所以也没有做任何质疑或者干涉 然而 恒大物业在那份后知后觉的公告里面 表示事后经过层层穿透才发现 当初的三家所谓第三方公司 拿到钱之后 经过多次转手和包装 除开通道费后的全部资金 都统统流向了恒大集团 这个时候正是2021年 也就是恒大到处筹钱 堵窟窿的时候 20个亿卖了恒大兵权 11个亿卖了恒腾网络 11%的股份 10个亿又卖了圣经银行的股份 所以这将近134亿元的现金一到手 恒大转眼间就花了个干干净净 不过在恒大的操作之下 整个资金暗箱腾挪都进行的相当隐秘 直到2021年第四季度 哪怕是因为银行催收无效 被迫没收了恒大物业 当初质押的134亿元定存 社会层面都没有流出一点点消息 直到又过了三个月 2022年的3月 恒大物业 不得不公开发布经营信息的时候 才让大家知道了 还有这么一档子事 所有人就是知道了 也拿它没有办法 生米都煮成熟饭了 去骂恒大集团吧 骂它肯定是没钱还了 去骂恒大物业吧 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它和母公司之间有私下的勾当 顶多算它禁止调查不细 去骂银行当然也不行 人家明明白白是按规章制度办事 最后呢 大家去想追究恒大集团高管的责任 当时还是自由身的许老板两手一摊 表示虽然上面有自己的签字 但是自己签的时候根本 没有仔细去看 声称自己身边的秘书 并没有提醒这些是重要文件 而且这些金融方面的问题 它一向都是信任财务高层的 尤其是看到这些文件上 是已经有了其他财务高层签字 言下之意就是 虽然有我的签字不假 但是我那只不过是走个流程啊 责任都在相关其他人员 根据事后独立调查团队的调查结果 显示许老板确实没有撒谎 因为他所签字的内部审批文件 全都没有明确的指名 与恒大物业有关 只单纯的提到了 这是集团内部的资金 但是这只是理论上的 134亿元的巨额资金流入 许老板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谁都不会相信这样的解释 2022年3月月底 由于违规给关联公司做担保 并给投资人带来巨大损失 恒大物业被港交所要求停牌 直到今年的8月份才刚刚复牌 到了2022年7月 包括恒大集团执行董事的夏海军 在内的6名高管 轻飘飘的一句引就辞职 算是从恒大集团方面 给整个是画了句号 而这些高管 可能那个时候都是巴不得赶紧辞职 和恒大债务撇清关系 千判万判才等来了这么一个由头 所以这些高管其实一点也没亏 这种看法并不是无中生有 因为让人格外生疑的就是 就在134亿元定存 被恒大物业拿去质押之前 当时还是恒大执行董事 兼行政总裁的夏海军 突然选择大手笔 坚持套现 手中的恒大物业 以及恒大汽车的股票 在极短的时间里 总共套现了1.16亿港元 然后就以债权人谈判的理由在 当年的7月份离开大陆前往香港 从此再也没有公开露过面 门户网站上关于他的下落 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有的说他已经回国被控制起来了 有的说他依然还在海外隐姓埋名 的下落我们也许永远不得而知 但是不可否认 这个瞒天过海的计策 就这么样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 给实现了 而一个所有人都受益 只有股民和投资者受伤的结果 现在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讽刺的是 都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根据资金追溯 大家发现 这笔134亿元被暗箱质押的巨额存款 主要来自于 恒大物业上市前和上市时的两次融资 而投资者就包括了中信资本 光大控股 红杉资本 腾讯等等一众中国投资界大牛 但是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 金明的恒大集团 把这笔134亿元中的相当一部分资金 都用来偿还海外的美元债了 这些投资资本虽然在中国有能量 但是并没有胆子和外国人闹 恒大正是吃准了这一点 所以吃干抹净之后往地上一躺 谁拿它这个赖皮狗都没有办法 2023年11月28日 恒大物业就三笔质押中的第一笔 突然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把自己的母公司恒大集团送上了被告位置 恒大物业在声明中表示 要求责任方 也就是恒大集团偿还款项20多亿亿 其中包括原油款项19.96亿 以及利息1.52亿 这么久过去了 恒大集团又是路人皆知的落魄户 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给恒大物业 甚至可能连等价的资产物一时间也拿不出来 这样的结果在过去的一整年里 所有人已经看得是非常明白了 可能就连恒大物业自己的股东都已经不抱有任何希望了 可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节点 恒大物业突然又想起来要起诉恒大集团了 有些观点认为 这是恒大物业想要和母公司恒大集团 做彻底的切割 所向市场纳得投名状 这种说法呢 并不是没有依据 尤其是联想到就在今年11月初 恒大物业突然把自己的微信公众号 名字改成了金币物业服务 但是 真相并不一定就像看起来这么简单 根据股权穿透显示 一家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的离岸公司 是恒大物业最大的股东 而这家离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就是许氏家族 而通过 让恒大物业撞告恒大集团的办法 许氏家族 顺利的 给自己增加了一个更具有优势的身份 那就是恒大集团的债权人 这个 通过债务人和债权人身份之间的转化 来实现金产脱鞘 甚至再捞一笔的办法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做过详细的介绍 过去许家人都是欠人钱的那个 现在他们诉诸法律工具 合法的把自己变成了恒大的债主 更重要的是 恒大物业通过提起这种公对公的诉讼 把自己的债权等级也提的相当靠前 也就是说 恒大集团以后手里但凡有点钱 那也得先给恒大物业这样的债权公司 去还钱而不是拿去解决烂尾楼纠纷 因为重大经济纠纷 尤其是具有欺骗性质的 都属于刑事案件里面的经济犯罪 优先于烂尾楼这类民事案件的等级 也许许家印本人已经被控制了 但是很明显 他那些远动海外的家人们 还不愿意放弃这破天的富贵 还在尽可能地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开头我们说了 恒大物业是恒大旗下 少有的现金牛公司 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过去 恒大物业所发布的财报内容 我们就会发现 绝大部分的楼盘都被恒大物业在过去五年里 集中收取了未来20到30年不等的物业费 也就是说 恒大物业引以为豪的现金流收入 可能也只是恒大集团 故意制造的利润泡沫 与此同时 在财务报表中 还有一项特殊的巨额收入项目 叫做非业主增值 具体对应的 就是恒大物业帮某公司卖房卖车位 所拿到的用金 这个用金比例怎么给怎么分 其实都是母公司一句话的事 这就很难不让人怀疑 其中有没有利益输送 或者说有多少 但从法理上来说 我们确实很难挑出毛病 从表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仅仅是18到20年这三年时间 恒大物业就以这样一个名目 从恒大集团手里 拿到了将近20亿元的利润 而作为对比 2021年全年 恒大物业的净利润还是负数 哪怕是通过受身扭亏为盈的2022年 恒大物业 也只不过是才有14亿元的利润 也就是说 在收钱这件事上 恒大物业一口气把未来的利润 全部在短期内给兑现了 毕竟帮母公司卖房赚所谓的用金利润 以及提前收取未来几十年的物业费 很明显都不是长期稳定的收益 以这样的视角 再去重新审视 恒大物业 所积攒下的134亿元的现金定存 是不是就有了一种不一样的味道了 这些钱几乎就可以说 是恒大母公司两只手给送上来的 至于恒大的钱是哪来的 也不用我多说 大家心里都懂 恒大物业极有可能在一开始 就做了两手准备 先给母公司书写 要是能救活最好 就不活再反手把母公司送上法庭 通过这样巧妙的手法 把物业公司变成债权人 为优先执行财产处决权的那个主体 既然恒大横数都是意思 那不如让他在躺下来之前 把有用的器官再捐出来一些 这就让我想起了网上的一个笑话 一个人说 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 来为大家洗清罪恶 后来这个人创立了基督教 另一个人说 我愿意承担你们所有的债务负担 来让大家荣华富贵 后来这个人成立了恒大集团 事实告诉我们 对于这种信用不断破产的企业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 再从任何善良或者乐观者的角度 去替他开脱了 好了朋友们 关于今天的话题呢 咱们就聊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点赞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